今天晚上才能提到 家裡男人會做菜 會下廚 是一件幸福 而且是一件驕傲的事情 這個時候一定會PO上網去 曬亮點 不過 朋友看完這個亮點之後呢 發現亮點不在那男的身上 而在鍋蓋上 為什麼呢 小娜老師 什麼 有個臉 不只臉 有一個臉 還有她的身體 好明顯 我當初拿到這張照片的時候 我一直以為這是女朋友 在那個圓弧形那邊的反射 結果後來我們研究了 這個圓圖之後發現完全不是 因為女朋友其實是站在這個地方 但是真的反射在這個圓弧面 對 所以相信大家也知道 看我怎麼拿照片 就知道她有或沒有 那我們都不敢斷 我也不太敢斷定說 這位好朋友呢 是跟魚來的 還是原本在什麼地方 或是他純欣賞會做菜的男生 那誰以後敢做菜啊 如果你後續沒有其他的一些狀況 其實我覺得就 淡淡然的讓他過去吧 各位可以發起一個 重新檢視照片的運動 搞不好會看出很多端倪來 好不好 來 歡迎第一棒 今天要講的是一個 登山界的前輩告訴我的故事 他說他登山都要爬百月嘛 但是他只爬了九十九座 就缺一座 我說缺哪一座 他說缺雪山 我說雪山很容易爬 救火團辦活動的地方 你為什麼缺那一座不爬 那他就告訴我說他爬雪山 碰到的事情 所以我現在就用他的第一陣 人稱來講 那那時候呢 我們大學之後是四個人 兩個男生還有兩個學妹 我們四個人一起去爬雪山 那爬雪山第一天晚上要先到那個 三六九山莊 然後第二天在宮頂 那那天晚上我們到的時候呢 剛好這個山莊裡面 都沒什麼人 因為已經十一月了嘛 那有一個這個高山志工 也就是所謂我們簡單講 就是管理員 山莊的管理員 那長得高高的瘦瘦的 然後臉很白 那不知道他讓他 就跟他打招呼啊 你好啊 結果跟他握手覺得 這手好冰 我說你手好冰啊 他說山上很冷嘛 然後我們就弄東西吃 吃完飯的時候天也都黑了 然後這個管理員呢 忽然跟我們說 然後我跟你講 來你們兩個拿著過來 幫我搬一張桌子 搬去把那個山莊的門堵住 因為山莊門是沒有鎖的 不可以鎖 把它堵住 就覺得很奇怪 我說為什麼要把它堵起來 他說反正不管等一下 外面有什麼聲音 你們都不要去開門就對了 都不要出去 結果呢過了沒多久 開始那個門就有人 然後在敲門的聲音 那我們就想要去開門啊 可是剛剛就叫我們不要開門 我們就去問那個管理員 那管理員也不在他的房間 然後天上門 蹦蹦蹦蹦蹦 敲了不久 停下來了 開始 用腳踢 踢 聲音越來越大 你覺得這也很奇怪 那不然你出聲啊 叫我們也好 怎麼只光有這個動作呢 然後再後來就聽到聲音是 好像人家用跑的 跑跑好幾步 然後撞那個牆 撞那個門 跑好幾步 撞那個門 撞那個門都在搖了 可是還好有桌子底子 然後我們就越感覺害怕 會是什麼東西 然後接下來就聽到用爪子 還是手在抓那個門的聲音 然後還是 門還是開不了 然後最後聽到就是 好像有東西在咬木頭的聲音 用咬的 你想說 什麼東西那麼恐怖 難道是台灣黑熊發瘋 一定要衝進來嗎 照理講也不會這樣子 可是咬一咬之後忽然 整個聲音就停住了 完全沒聲音了 我們四個人躲在角落裡面 才總算鬆了一口氣 這時候那個管理員就回來 我說你剛剛怎麼不在 他說我到後面去巡視 我說剛剛什麼聲音啊 好可怕 就講給他聽 他說是這樣啦 他說因為我們上一個月 有一天晚上 那大家在睡覺的時候 照理講我們山莊門不能鎖 不能關上 因為不能鎖上 就是因為隨時可能有人要進來 你不能不讓他進來 可是那天因為那個風很大 把門就啵啵啵啵啵 一直搖這樣 一直響 結果他們就有人把桌子拿去 把門擋住 然後就睡覺了 那剛好有一個人 他是獨自一個人去登山的 那他爬到那個 他到了那個山莊的時候 已經很晚了 所以他去開那個門就開不開 開不開他一直敲 一直敲 可是因為可能風聲很大 也沒有人聽到 就沒有人來幫他開門 結果第二天早上起來打開門 發現他已經凍死在那邊 他說所以因為這個事情 從那以後就每天就 每天晚上就會有一陣子 有人來敲門就對了 他說所以我才叫你們 不要去理他這樣子 那這樣聽了之後 我們這兩個學妹 就非常的害怕 因為我們明天去登頂 然後再去翠池之後 還要回來369山莊住一夜 才能夠下山 那換句話說明天晚上還要再住 那他們兩個女生就覺得很可怕 說不要 我們要回去了 可是我們兩個男生想說 難得上來啊 你難得登記到了 然後你有登頂的機會 那難道就不去嗎 我們兩個就不想下去 可是這樣又好像很不夠道義 結果還好這個管理員 他很不錯 他就說好啦 沒關係 反正我明天要交班了 那我就有人會來替我 那我就早一點下去 我送你們兩個女生下去好了 我們就覺得這樣也很好 那他人也很和氣 那第二天早上呢 我們就看了那個管理員 他還很幫那兩個女生 還幫他背一些東西 然後他們三個就下去了 那我們開始準備好 要去登頂的時候 又上來了另外一個 也是管理員 那我們一看到他 我們就說 那你那個 昨天的管理員 他已經先下去了 那他說本來要等你交班的 他因為送我們兩個學妹下去 所以他先走了這樣 那這樣應該沒關係 他說 他說 我們現在只有六日 有開管理員 我今天才是管理員 怎麼可能還有一個管理員 跟我交接 他問說你們學妹 為什麼要下去 身體不舒服嗎 高山症嗎 我說沒有 我們就把昨天晚上的事情 講給他聽 然後就說聽說有一個人 因為門被關住 凍死在外面 他說有啊有啊 我們現在都特別提醒 這件事情 大家叫大家一定 怎麼樣都不可以 把門再關上 他說我們這邊有簡報 當時出事有簡報 他就把簡報拿給我們看 結果一看簡報上面那個凍死的人 結果我們就很恐怖說 那我們把兩個學妹 那送他下 讓那個算是鬼吧 再下山去 那不是太可怕了嗎 他說怎麼辦 那我們趕快下去救他 然後那個管理員就說 他啦 反正現在今天山莊也沒什麼人 救人比較要緊 我陪你們下去 然後我們三個一路 簡直是用衝的這樣子 一路往下衝 一直衝 那結果我們走到一個 雪山叫一個地方叫做枯坡 我們坡很陡的坡 我們通常叫好漢坡 或者克難坡 那我們雪山那個坡 因為陡到超過45度 大家登山人 通常一看到就哭了 所以叫做枯坡 走到枯坡下來 整個走完的時候 我發現那兩個女生 就抱在一起在那邊哭 她發抖在那邊哭這樣 那我們就趕快叫她問她 看她有什麼事情 然後問她 問她一個女生 她就從頭到尾不講話 就沒辦法講話 就一直哭一直哭 那另外一個好一點 我們勸她半天 哄她半天之後她就開始講 她就說她跟這個管理員出來之後 那本來這管理員是很和氣的 可是出來之後 忽然就變了臉 就一直叫她們快點走 快點走 那他們雖然說沒有去登頂 可是看到那杜鑑花開了 也很高興她在那邊拍照 然後就被她很不高興一直吹 她說你們不要這樣 等一下來不及了 快點走 一直推她們走就對了 那走在後面這個雪面 她就說 她就有從背後去看到 這個管理員的背部這邊 她就好像 怎麼都爛掉的感覺 她想說那可能是皮膚病什麼的 因為那個管理員她還戴手套 照理講我們攀岩才會戴手套 那結果她沒事白天也戴兩個 那個白色的工作手套 然後看到後面爛爛 她就有一點 反正心裡有點奇怪 但是沒有覺得什麼 然後就繼續走 那因為是陰天 所以大家也沒有陽光 所以也沒有影子這樣子 可是有一陣子 忽然太陽露出來 露出來他們就看到 在山上因為還很早 影子很長 那女生說 我的身材要是這麼好就好了 可是這個時候看到那個男生 還看到 怎麼會他沒有影子 但是那一剎那太陽又消失了 所以大家也都沒有影子了 所以她雖然覺得有點怪 但是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然後就繼續走 可是繼續走的時候 她就發現 她走過去 譬如有一段是沙土 走過去會有腳印 登山行一定有腳印 那男的走過去沒有腳印 反正這個女生就越想 心裡面越毛越不對勁 那到要走枯坡的時候 男的叫她說 你們兩個先走 她說奇怪 不是都你帶路嗎 為什麼現在這麼陡 你不帶路 你叫我們先走 好你先走 我還在後面壓你們 不然你們這樣拖時間會來不及 就在後面走這樣 然後結果另外一個女生先走 然後這個女生走第二個 那管理員走第三個 男的走後面 那這個女生走在那邊的時候 就覺得背後一直很陰涼的那種空氣 就覺得越來越冷越冷的感覺 天氣也沒有變冷 她就覺得怪怪的 有點心裡面就覺得害怕 那剛好她帶 她用她信基督教 她帶了一個十字架的項鍊 她就趁這個時候 把十字架的項鍊 把項鍊那個十字架 撥到背後去 她想說她在後面 是不是可以保護我的背後 然後就繼續走 可是走得不久 果然就 後面有一個很大力量 推過來 就推她 那本來推她 她就會往前衝的 結果推她的時候 她沒有往前衝 反正後面的人慘叫一聲 然後那個男的就從她的旁邊 卡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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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從那個斜坡 枯坡的那個斜坡 一直滾下去 滾到最底下的地方 看得到的地方 那不管怎樣 你總是要去看看 就看到那個人 躺在那邊一動都不動 然後兩個人就走下去 結果走到那個男的地方的時候 看到根本沒有人 就一塊大石頭而已 根本沒有人 所以兩個人就嚇得要死 想說 那這個男的跑去哪裡了 那這個一定有問題嘛 那可是再走的話 又不曉得會被碰到什麼 所以兩個就抱在那邊哭 我就看到那個女生的背後 就有一個手印 燒焦的手印在她背後 那結果我們就說 好啦 那走了 我們下山了不要再去爬 結果我就去拉那個女生拉起來 結果去拉那個女生的時候 發現她的手非常非常的病 我就拉起來 就有點覺得怪怪的 可是也許是嚇壞了嘛 沒有關係就把她帶他們下山 連那個 連後來那個管理員 我們兩個 就四個人全部都下山去了 那也就平安無事的回去 回去過了大概一個禮拜之後 我想說那兩個學妹 不知道怎樣的 就打電話找他們 問他們一下 結果打到宿舍去問 對 不見了 我這個學長跟我說 從此以後 我再也不敢去爬山了 那這個事情這整個故事呢 是前兩天節目的企劃 打電話給我 我跟她回稿的時候 我告訴她這件事情 告訴她我聽到的這個故事 可是我前天晚上 做一個夢 就把我剛剛講的故事 從頭夢到底 可是我夢到最後不一樣 夢到最後是這個男的 推這個女的之後 然後她滾下去 她滾下去的時候 把另外一個女的也拿下去了 所以是她們兩個滾下去的 我夢見這樣子 這個很滾下去 對啊